大家好 文珠出现一个黄叶是怎么引起的 很有可能长时间没有给它补肥 补肥的话就是切磷 就是切乏了磷肥 切乏了磷肥的话 首先就是想到的就是磷酸药金甲 磷酸药金甲给它补一补就可以了 因为磷酸药金甲它是可以起到抗导服 抗网液抗尾酿的作用的 还有增加这个叶片的油力度的 那么使用磷酸药金甲怎么使用呢 咱们可以用到1克或者是0.5克 兑上550毫升的精水 给它直接浇灌透就可以了 大概每7天给它灌一次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连次灌3-4次 就可以起到恢复油力的作用了 然后呢就是给它摇晃均匀 摇晃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浇灌了 这样呢就浇灌完成了 就是呢刚才我说了 就是浇灌的次数还有这个天数呢 一定要记住 这样呢它很快就会恢复油力的了 所以呢大家就放心的启用就可以了 好了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 见面